我们其实最近才看到了是日本跟美国两国的领导人在华府共谈如何合作 那事实上呢不要忘记之前还有一个美日韩这三个国家是拉在一块的 可是现在呢来看看日本在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消息 是他的2024年版外交蓝皮书公布出来了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写入了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这是日本政府五年来首度清晰表明对建立日中建设性与稳定关系的承诺 好那么呢这个日本的外相也特别在16号在内阁会议当中指出 与中国构建一个建设性的稳定关系是很重要的 包括就悬而未决的难题反复对话并且针对共同的课题要来合作 好那当然大家就说那台湾问题台海问题如何呢 就说中国持续在南海东海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 强调日本在南海与美国及菲律宾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等于就是把这个美日非那时候的共同的声明是不是拿出来再讲一遍 但是呢针对韩国的部分也有内容哦 这个也值得留意 因为他说关于韩国啊蓝皮书再度将韩国表述为伙伴 反映出双边关系的改善是相隔14年来首次前所未有的需要日韩的密切合作 可是你觉得南韩就高兴了吗 韩国的外交部仍然有不满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针对日本这个外交蓝皮书提出了独岛为日本领土的这个主张呢 韩国表达强烈抗议还要日本把它撤回去 所以我就问两个问题蔡委员第一你看哦一直说要抗中啊 因为要对付中国啊 可是呢这个日本方面这个外交蓝皮书里面也是说的 是要跟日本中国两国持续要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要建设性还有一个稳定的关系 看似在对抗但还是要推进关系啊 但是反而是日本韩国常常站在一起被美国拉着 但是呢仍然还是有什么彼此之间的矛盾 你看这个独岛为日本领土这件事情不就让韩国又不开心了吗 请教蔡委员的看法 日本在国防跟外交上面的文件经常是精神分类症 他去年年底出来的国防的什么白皮书什么 写的能看吗 能听吗 那今年啊外交白皮书就一副好像和风续语啊 和颜月色 好像跟哎呀中国啊跟你好啊 你不要跟我吵啊 对不对 他态度是这样子 那以前是不是这样 以前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日本人把国防跟外交 当做一个两个左手右手在玩的把戏 不要上当 因为国防是要讨好美国 写给美国人看了 照美国的意思来写的 那外交还是跟中国打交道 毕竟是邻居嘛 所以犯了一个笑脸 哎呀我们要长期关系啊 要稳定啊 那对台海呢 就是一笔带过啊 对不对 那韩国不一样啊 今天中国如果很衰落 他白皮书不会想写 一定是指指点点 但是因为中国现在崛起了 强了 他也是好 日本人是这样子 日本人是 简单讲就是欺软怕强 欺弱怕强 日本人的个性很清楚 以前后啊 二次大战的时候 什么嚣张啊 跟美国人 就被美国人打趴了以后 乖乖的美国人万岁啊 这个岸田文雄 跑到美国国立节演讲 说我小时候在纽维困食长大的啊 对不对 我还吃什么啊 喝什么啊 对不对 就是讨好人家 我还喜欢阳气啊 球队啊 对不对 还喜欢MAD啊 对不对 就这样讨好人家嘛 所以一副那种 那种 哎呀实在这种 这种 这种 摇着尾巴的样子 是看白下去 可是塞进来 他知道跟中国不能不做生意 美国再好 美国给他的订单也不会那么多 那中国这个订单对他们不可或缺的 经济来往也不可少了 尤其光光一个水产就把他搞产了 水产的总金额不大 可是靠水产吃饭的人多啊 这跟半导体不一样啊 半导体资本投了一大堆 九位人口没多少啊 可是这个行业不太一样啊 这行业是总金额没有很多问题 吃这个饭的很多啊 人口数多 吃饭就有选票 你要不要养 所以他当然要跟中国四好啊 要是中国去年没有狠狠的把那个 日本的水产禁掉 他会这么乖啊 就不会啊 所以对日本不能硬啊 我跟你讲 只有那种傻傻的 自以为是那个很高尚 才会搞什么 对日本以德抱怨啊 就是是的 就对日本不能软弱 不能软弱 一定要摆出强硬的姿态 一定要平等往来 坚定往来 有来有往 要像伊朗跟以色列一样 你打我一个 我就打你一个 不用过度 但是也不用不足啦 所以对于这个外交排皮书 为什么对韩国 要把独岛拿出来 韩国好像叫独岛是不是 独岛 问题很简单嘛 他吃定韩国啊 他就是吃定韩国啊 对啊 他不敢吃定中国啊 所以你要去怎么样 不然你能怎么样 你不敢怎么样 对不对 可是去跟美国告状吗 对吧 你跟美国告状 但是韩国隐席越之前 那个态度摆出来的就是 对啊 哎呀还是一样乖乖的配合 所以对于他这个外交白皮书 不用看得太重 他行礼如意 他现在想要跟中国交往 他希望能够 可不可以搞个什么 中日韩的高峰会 对那问题是 习近平主席要跟不理他 对态度摆得就很明白了 不过说实在的要比军力了的话 其实最近这个丽将军 您看像这个日本 这个说真的 在跟这个美国方面 在共同在这个演习 那在军事演习的同时 其实我们看到 渤海那边也有动静 就解放军也在加强演练 对他也宣布演习 而且演习多久 他现在这个时间 没有明确知道 但是 他说渤海要一共加起来 是大概49天还50天 这么长 加长版的演习 丽将军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要在威辙 日本韩国 或甚至是美国吗 其实我们中 最近美国跟日本来讲 发表新的这种战略白皮书 那我们就会看得出来 他新的安保条约 很明显就是将日军 就是要推到第一线去作战 对美国来讲 就负责第二线 跟以前是不一样 差别在这边 我简单的讲 就是说 以前是美军会负责第一线作战 日本因为他是 受限于24业大战 他的宪法条约规定 所以他只做后勤的资源 提供驻地 提供后勤资源 大概顶多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来讲 美国因为他因应全球 其他各个地方的 反对他的势力 多边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要日本自己 来应付这场作战 那在这种状况下 所以他就必须要把这些 日本跟韩国拉在一起 日本跟韩国以前就不合 我们从独岛 这个争议里面 我们就知道 但他特别又把他拉在一起 就是美日韩拉在一起 就有一点小北约 对不对 包括菲律宾都要拉进来 我们台湾当然是不能 少于入列了 当然是必须要入列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为了要演练 毕竟日本来讲 他以前是自卫队 叫他自己 实际一个类似规模作战 从二战到现在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所以他美军必须要配合他 来让他做这个 以前来讲 他纯粹就是防卫的 一个性质的作战 那现在来讲 要自军做一个 攻势的一个作战 那形态上面 有很多的改变 所以必须要靠演习的方式 彼此来做一个磨合 日本跟美军 来做一个磨合 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做演练 做演习 那解放军 当然很了解 你们的目的企图 是在做什么 就是要把我堵在第一岛链之内 所以解放军来讲 是绝对不会示弱的 我们除了看到 就是在渤海跟黄海 这个 解放军也在这边做演习之外 另外来讲 他三冬舰 现在也带着航母战斗群 那现在确实位置没有 得不到一个确实 解放军并没有说 三冬舰到哪里去 但是确定的一件事情 是离开母港 那我这件事情 我特别要讲 其实这种演习 去年也发生过 去年日本跟韩国 也是在黄海 那时候他在黄海要做演习 那解放军也是很敏感 对解放军很敏感 美国也在后面 帮忙煽风点火 就你知道那次演习 多久时间结束 多久 一天 美军日本韩国 大概到渤海那个地方 一天就是以这种 像是有点像小狗到公园去 就是宣誓一下地盘 你就赶快回来了 这次来讲的话 菲律宾也是一样 美国菲律宾澳洲 总共四国在这个地方军演 就生日很浩大 演练科目公布了很多 反潜干什么 就搞半天也是只有一天 那从去年那次一天 跟这次一天 我们都知道 其实他这种 他在这个地方的演练 其实就政治上的意义 大于实际上面军事 这样演习的意义比较大 因为你一天真的是 演练不出来一个任何效果 你要不管是说 做反潜防空或各种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做一个搭配 甚至于通信联络 无限天刚架好 就已经结束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 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